一天心那年輸掉的時候其實我沒有特別難過 可是去年真的很近的時候輸掉了 我也很久沒有輸球而哭過 對那感觸蠻深的 而且影響到今年的練習 讓我會覺得想要把去年該拿到拿回來 我覺得一場好球可以肯定自己的努力 那要保持這樣的表現跟自信 這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想說他們剛進來 讓他們扛好像也不太對 然後那個心態就慢慢轉變 更好的我們 想讓我們比以前更好 球隊更清楚 高雅就練球認真一點 然後比賽的時候多動電腦去想怎麼辦 然後累積經驗就會越來越強 我覺得我們團隊更融洽 也更真相一點 我們練球跟比賽都更認真 然後去找出自己缺點去練 然後彌補 今年想要把冠軍拿回來 我們希望傳承下去 就是他們的裡面的凝聚力 然後還有一起喊聲的那種霸氣 我們比賽的時候 然後可能我有上場的時候 或是阿泉有上場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把學技這樣帶帶帶帶帶 今年進步的地方是 他們心態上有變更成熟 然後遇到亂流的時候 他們也會學著去溝通這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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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寒聲跟還有隊友溝通有進步 之前可能就比較沒有在跟隊友溝通說 可能這顆球打怎樣不好 然後怎麼開箱 現在就是可能 失誤了就會跟舉球人溝通 我就是喜歡那種場上嗨起來的感覺 這樣子打球才會有信心一點 畢竟我們也才大一 希望我們能夠快點扛上這個折能量 剛好有天時低人和的感覺 就是剛好收入不錯 然後剛好我們收入不錯那一批 從二級開始打起來 經過公開後的洗禮 就慢慢成長 然後像一般公開其實也很秤子 我們已經達成一個出貨公開就六強了 然後就是把球打好 然後內容打好 就算輸了其實內容好 其實我們也很快樂 對 自己把體力固好 然後 規定時刻給我球 我能夠得分 我想就是他們給我的責任 然後也是我自己給自己的責任就好了 當我們去年一進六強之後 大家可能就是覺得 對自己的球技啊 然後各方面 在場上的表現都比較有自信 因為就覺得 自己跟前面六強的球員也沒有差很多 我覺得就是 比較懂得去 拉隊友一把吧 有點像場商的保姆 就是我不一定要自己表現得最好 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 然後打出一場 最漂亮的球